嗨,我是司马奇大卫医生,老耗药IVF的创立者和主任医师 现在我们来谈一下稀有的案例 在老耗药IVF,我们有幸能够帮助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 很多患者的案例是稀有的案例 当我还在医学院的时候,我们学到了一种病症 叫做Roga Tensky 这位Roga Tensky医生发现了一组女性患者 他们生下来基因是女性,拥有卵巢,乳房也正常发育 然而很不幸,当他们同龄的朋友开始有月经的时候 这些女性的月经却没有来 检查的结果是,这些女性先天就没有卵巢 而且通常来说,她们的阴道也非常的窄 通常这些年轻的女孩子在13到14岁时就会被诊断 通常诊断是由母亲陪伴 通常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她们就知道自己有能力产生卵子 但是无法自己怀孕 在医学院的时候,她们告诉我,我可能一辈子也胖不上这种状况 现在为止我已经治疗超过100例来自世界各地的先天性无子宫病人了 在病人有先天无子宫症或者是Rogatensky症 这个状况下我们会让这位女性和一位代孕母匹配 我们会准备好代孕母的子宫 然后用药物刺激先天性无子宫病人的卵巢 这个手续和其他试管过程中 给捐卵者和准母亲的手续是一样的 在超声波的引导和麻醉之下 我会将一个连着吸引设备的针管通过阴道插入卵巢 在得到卵子之后 我们会将其和男性的精子结合制造培胎 然后植入妊娠代孕母 因为我有幸进行过超过3500个代孕的案例 其中就有很多像我刚刚提到的先天性无子宫的案例 其他的罕见病例中包括 像是比如 有的病人有先天性的子宫畸形 有的病人有两个子宫 有的病人只有一个子宫脚 Rogatensky先天性无子宫症 有的癌症患者的情况需要切除子宫 但是卵巢会被保留下来 子宫的肿瘤像是子宫肌瘤也需要进行子宫切除 还有一些病人因为在母亲的子宫内被药物影响 而造成他本人的先天性子宫发育不良或发育异常 在以上提到的所有状况 我们都有办法帮助我们的病人 在这些状况下我们会从病人身上取卵 所以他们可以和自己的孩子有基因上的联系 除了特定癌症会造成女性失去她的子宫之外 女性也会因为一些特定的血液疾病 会因大量失血而造成贫血 而造成不得不将卵巢移除的状况 现在医生们会对卵巢移除有所保留 但是有的时候 女性会进行一种叫做子宫内膜烧食手术 会移除所有的子宫内膜组织 这位女性会失去所有的子宫内膜组织 而就是子宫内部的组织 是胚胎着床生长和发育的地点 所以对于子宫内部组织异常的女性来说 待愿是最好的办法 这个状况下我们会从她取卵 从她的异性伴侣取精子合成胚胎 并植入待愈母 还有另外一种的稀有案例 我们诊所之前曾经处理过几次 我们叫她死后取精 在一位男士过世之后 会由泌尿科医师以手术的形式 取出这位去世男士的精子 在这个状况下 我们可以用这些精子来制造胚胎 并且用这个胚胎 令女性成功的受孕 这一种的case 我们也有幸曾经做过几次 在全美有很多诊所 拥有这个技术实力来进行这个手术 但是通常没有实际操作 或者从未操作成功 或者拒绝操作 假设当我们从这位去世的男士身上取得精子 而且她也通过了美国联邦政府 FDA要求的血液检测和尿液检测 我们可以将她的精子 与来自其妻子 或者是来自捐卵者的卵子 制造出胚胎 这个胚胎将会被放入她的妻子 或者妊娠代孕母的体内 尽管这位男士的去世令人难过 但新生命的诞生 对于其家庭来说 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而我们有幸多次参与其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